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中女子 他要秀其英达了 一个大象 那咱们就笑骂了 既然这个人准备浪 说不定是不是他有连弩 说不定他是大鸟飞 万一被盲就不好了 既然他晾完了就出来吧 能不能赢 再说是不是 先打打看 火攻 攻下家 连动希望能怼死一个 不卖并没有魏国出现 就掏出刀了 看看会直接选择杀三 还是又选择杀别人 好又选择了杀别人 好这个主持人表示 我真怕他干我 然后发现三血不卖 表示对三血不卖的不忍下息毒手 哎 又摸到了一个南蛮 那这个局该怎么玩呢 那就给吧 给出去吧 给出去南蛮 然后杀五号 真裸了就认了吧 反正南蛮也给出去了 是不是 没杀掉就先这样吧 要杀人就要杀死 杀人诛心 还好没杀这个 这个三号位啊 这个弥夫人带路带的好 没杀三号位啊 三号位是咱们自己人 大鼠开团了 扎鼠开团了 是不是又到了 讲什么笑话的时间了 好 铁锁连环 贾许你不出来 被南蛮射啊 当然他可能想隐藏起来 并不想成为激活目标 但是还是中招了 这边没连出贾许 然后又去打那边 决斗不了贾许 那肯定其实减少了打 对不对 开团了嘛 以减少目标为准 这边冰住了一个辽神 还是非常转的啊 大转 辽神如断其地啊 辽神母有小小勾 只能顺了一下啊 主持人要这里无邪 也是掐得非常死啊 防乐 防各种这个 非常关键性的锦囊啊 顺其实顺就顺一下 诸葛亮也真没啥 那边表示大哥别乱 我会死的 你是什么你就别乱 人家万一贾许觉得自己活不了 人家就乱一发 是不是 贾许把万箭齐发都扔了 确实从他的视角确实也不太敢放 已经三个数了吗 是不是 好 这边贾许一顿操作 该戒刀的戒刀 该拆的拆 该忽悠的忽悠 然后再去决斗 这边打无限 非常的怕诸葛亮死啊 非常的怕乱武 诸葛亮死于乱金之中啊 但是你就不怕被乐吗 主视角的无限还是掐得非常死啊 而且还是一张国无限 这边并没有选择亮价 不知道是不是鼠啊 主动求野还是什么 这就不知道了 大概率不是鼠 主动求野这种事并不存在 好 这边魏国 川坎多嘴狗 魏国就是喜欢杀三血不卖的 不看局势啊 但是还好 他打到了一个鼠啊 他确实打到了一个鼠 不过好像是他有连弩 他表示直接请下家吃鸡 然后就杀过去了 把这个美貌的民富人秒掉啊 但是还好 那边是一块凤竹 大钢板 不然要去了 但是好像还有点顶不住的样子啊 这真的是有点顶不住啊 麦雪再杀这边 他就要就要强开五五 也是要杀啊 非要去杀 咦 还有无限啊 这个鼠国的无限还是非常多的 这边捏盘也是捏出了个无限 刚才咱们是个大 大点 这个憋回他去啊 他这里就是真的是没办法了 就是想开个五五 堵这个牌 其他牌非常烂 杀掉这个庞宠 一路杀过去了 当然你说我不开 我这位置很差不开 那你也行 就不开 这里他们也是聊的热火朝天 好 没有干掉 鼠国要四连动了 看看能不能打出什么收益啊 大象还是捏在这个美貌的弥妇人手里啊 里面来个吸血鬼 看看能不能吸到一口鲜血啊 瞬间这个恢复起来 是一口桃子 这是不是应该先过牌啊 万一有九九属性杀的 是不是 可以吸血 不就桃子可以留下了吗 连弩拆掉 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在干嘛 好 这边想能去杀贾许啊 表示我并不想先杀那边 我先想先收个人头 我吃满了为主啊 这边双夫人再死 别手一残啊 把牌全扔了 表示我先回个血 好 这边直接勇绝 由于这个胃炎有杖八蛇毛嘛 勇绝他 然后把这个两盘放出去 包养住 这边蹲个蹲蹲蹲 哇 还有魏国啊 我觉得你这边里脸就没必要亮了吧 没必要给人家送牌了 国家可以亮对不对 里脸亮的不好 人家在出牌 你给人家放戏很好吗 这边这个大象啊 就非常溜了 你看之前给了这个跳井的 跳井的放了 咱们又回收 回收接下来可以给猪子亮玩了 这个就非常bug了 关键这个位置非常有趣味性 是不是 看看他们能不能顶得住 我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贾许但是有点美滋滋啊 好 他把贾许乐住 表示反正这些人都要被射死 贾许是不是不会被射死 然后这个夫人还装了一个藤甲 真的是美滋滋啊 然后他把这牌都给魏延 表示魏延你不死就行了 个人感觉可以考虑把闪给这个夫人 是不是防止他被 一会儿万一有人不死火杀什么的 咱们四血毕竟还是应该问题不大 好 看一看诸葛亮能不能打四几个人 丞相诸 看丞相了 哎 起来 你别说啊 这句假许还是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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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啊 丞相打得真机而稳 看看魏国能不能顶得住啊 魏国有国家有寻遇 也许能顶得住吧 看他能不能宇宙 这里是不是不应该给张辽啊 他难道给了张辽一张沙吗 是不是应该给巡域好一点 人巡域卖学给张辽补一张牌 对吧 补两张牌 更好一点 好 这边放大门 看他有没有沙 没有沙 没有沙就更不应该给张辽了是不是 那你这不卡截命吗 等于卡了一张截命 并不合适 张辽被射死了 张辽被射穿 当然也有可能给他张闪 这边狗哥 还是有沙地 好 说若格连弩去杀贾许 这个大象无休止了 真的是无休止了 拆不掉 搞不掉就无休止了 但是连弩杀了 杀贾许没有杀死 好的 贾许天度了 这就不好玩了 天度并不是什么好事 他毕竟还没有乱舞 那边凤厨也已经涅槃过了 但他这边可能也不太会乱舞了 乱舞这个巡域 很可能就死 对不对 国家有可能死不了 巡域就很有可能死 是不是 看他怎么打吧 好 那边这个直接怼了一刀 杀了一刀 富人 其他也就没有座位 他并没有选择乱舞 这边有人让他乱 大哥你的绿帽子 一代劳 这个魏国真的是坚挺 这两个卖血的 毕竟聊神四血不卖 敦敦卖血 并不能保证是吧 摸牌 这边魏国仿佛又回 恢复起来了 局面又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这边又开了一个沈桃源 并没有打死 只能开沈桃源 沈桃源然后看巡域 怎么能利用杀 吃鸡驱虎 干掉这个 夫人啊 这里就不要驱虎这个祝龙了 祝龙有一张 名的K啊 看他怎么打 你是一个有贞结的女子 他们为什么聊的这么热火朝天啊 他们都认识吗 只睡爆牙 喜欢爆牙 火弓 吃鸡驱虎 好的 先吃鸡 看看能不能收掉 收不掉 收不掉哪一口 你别说了 这局这几个将武技能都充分发挥出来了 这里他 他吃桃子 他并没有想得驱虎 哎呀 又去挑战帷目了 不过不挑战帷目 好像也没得挑战 怎么说呢 这里到底应不应该驱虎呢 但是桃子他还是舍不得的 那这边富人又要回复起来 然后再给这个刘备补一拨牌 因为刘备可以发牌嘛 这边虽然只剩一个大象了 但是还是可以happy一下的 一代牢 我们看看杀一刀这个假许吧 然后分分牌 让丞相去解决问题 你别说丞相一时半会儿 还搞不定这两个魏国啊 这个群雄 倒是可以搞定啊 这把这个扎鼠开团啊 而且也没有核心黄雁英 还是开了起来 看看能不能干掉这个魏群啊 虽然你绿了我三次 但我身名大义 这房还挺有爱的 这边斩杀掉假许 能救一个是一个 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 我拆 然后国无谢 OK那没有问题 那五五开的非常的爽的是吧 国家拆掉 拆掉马 再顺盾 顺手牌 顺手牌好 我也觉得顺手牌好 因为这时候并不打国家 要打也是打这个群雄是吧 这边再放南蛮 把这个南蛮又放出来了 这个南蛮放 其实客人感觉放不一定好 因为这时候魏国啊 他们牌多 牌少 你一放给他们增加过牌量 他们就有可能搞出事情来 你如果不放他们 对吧 你像寻玉这也没有摸不了牌 国家也摸不了牌 就不一定能搞出那么大事情 他这边来顺南蛮 比如说顺道 稳一点比较 稳一点打比较好 因为毕竟都是对面都是魏国 又恢复起来了 四打二了嘛 又不是说这个 遗少打多的时候 那就放 这边魏国继续虚去 这个夫人还能回血 也很爽啊 这边他直接请这个谁吃鸡 请这个谁吃鸡 再去虎 人家又吸满了 你吃什么鸡啊 你还不如直接先去虎 打夫人 然后请夫人吃鸡呢 你不是有桃吧 就真的不能怂了 因为你已经裂死了 你还让人家回复一波 然后又回复起来了 你看魏阳和这个谁 你看他说自信互相吸 是吧 夫人回血 魏阳也回 开心的不行 所以看看能不能把寻狱斩杀掉 这国家被勒住了 基本上大势已定 对吧 以德胡人 以德胡人 把桃给了夫人 桃是不是不应该给夫人啊 他可能怕这个寻狱驱虎他 是吧 把桃给驱掉 好吧 看看丞相了 丞相九杀 九火杀还是 寻狱这波能不能顶得住 是一张闪 要是灌出去 如果这波寻狱死了 我感觉就大势已定了 除非里展国家 对吧 天度 一波大爆发 狂刷一波牌 因为马上新牌队了 他很可能能刷到新鲜的牌 新鲜的进攻牌 这里直接火攻 大家能打死 确实更好了 大鼠开团完胜 完胜卫裙群 其实也是蛮罕见的 而且还没有黄元英 但是这局这几个武将的技能 还都充分发挥了 彭统钢板 两个夫人也有发挥 对吧 丞相 这边是个小胖贼 小胖贼隐藏的还挺深 也没得放权 是吧 不知道放权谁 没有黄元英 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咱们再看第二局吧 第二局处置小玩家 一定要有伊蒙 圆圆 三七八区的玩家 赶紧他录下 这里邓爱徐广或者泰许词奖亲吧 以前我也给大家说过 奖亲配泰许词或者孙权 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看看这局吧 这局到底是什么故事呢 你怎么可能指着我帮你打架 仿佛又是一局友好房 今天都是 友好的局吗 大家这么有爱吗 加一玛蚁一代劳 最爱地 你们几个字母 你们更喜欢什么字母啊 有没有喜欢A的 我喜欢E 好 这个挂个简易码腾甲 这里看他选择不选择量 或者说是虚报知己之笔 这各种打法都可以吧 他选择了直接手量 想亲想操控一下场上的局势 好 看来一个队友 你不量 你说你呆着 选一个人拿知己之笔看也可以 还有第三个打法 就是刘之己之笔 用张杀过 这几种都可以 其实都没有什么绝对对错 好 他看到了一个属 吴一个属 这局貌似他要掌控全局了 是吗 不晓得 放了个南蛮 应该不太像吴吧 吴暂时也没必要放 留在手里四角五角 对吧 好的 司马懿夫人 哎 这个司马懿 他应该是想打司马懿夫人吧 打不出E 是不是不认诞 哈哈哈 司马懿夫人张春华 祝龙又出来了 然后又要大象镇了吗 你一代劳 看他怎么玩 连弩刷掉 估计也就不动了吧 还能咋 你是啥 你也不太敢动 这个局 你是属 你敢瞎动吗 但是这个纪灵忍不住了 是我一记三尖两阵刀 哎 纪灵和蒋钦 是一个工会的 一盟 还有二号 怪不得他们这么有爱 好几个一个工会的 这边纪灵直接出去 想去拼点干这个猪绒 然后是有什么攀帅之类的 他这边一顿毒打 对纪灵 瞧不起这个 蒋钦 表示纪灵非常的凶 是吧 这边这个队友 应该是陆迅大侨 对吧 一对好机友 你乐不住我 我顺不了你的 就在这看一看吧 估计也没什么动作 他这边放万剑 这个万剑像什么呢 个人感觉不像 不像吴吧 也不太像群吧 鼠位吧 因为这个万剑 其实鼠国并不是特别怕 卧龙对不对 然后祝龙 你看这个样子 就有点像庞同 不管了 当然他也有可能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放了 群也就放了 放了 但是这个是个徒弟 是这个师父师娘在那边 他就老是非常的羡慕 不能没有人不在家 就只好去找这个 祝龙小姐姐了 关一星波 关一波星 什么叫关一星波 这个话说的 这个继续难门 主持人就在这疯狂的 这个 反正沙沙沙沙的多 打了半天也没掉血 队友掉血了 队友有点顶不住了 一会再来身子顶不住了 别动 他晾将了 我正想飙 人家表示大群群开团了 非常的了 行吧 不能忍 就不能忍你们数过 然后九沙拍过去 江维你闪不了吧 江维小儿 还敢闪吗 这时候咱们就是 反正就去偷窥呗 这个四八的找一个人偷窥 看看局势 需不需要这个搞 搞一波 当然这个手牌 没得搞 三张闪搞个毛 又一个数 估计看着啥也是 一直呆着 根本就没得搞 好 下家 下家好像也是一副 这个很无所屌位的样子 激灵贝勒 出来一个无懈可击 二号位打了一个无懈可击 这个大绿布 凤仙 凤仙和激灵还是 好基友 人去选择 杀卧龙没有杀中 人家八卦阵 他把这个观世 回忽过来 先藏在手里 他并没有挂出来 仿佛不像赌卓的样子 这个黄雁英真的是弱 第一轮就没爆发 第二轮还是没爆发 真的 这个黄雁英这个将 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这边选择气排过 其实从别人的视角来说 他首先不卖 非位 其次他如果是群 他这里没有理由不去杀蒋维的 首先被蒋经看了 你也没必要装 其次你两个队友坐在那 你气杀过 你是群雄 你也掉血了 你合适吗 这只是就是说站在其他人的视角 就这么分析 不是群 不是 不是群 不是这个位 就偏属 属无 属的话 他刚才黑啥吧 杀不动人王 杀不动腾甲 反正这边姜维小儿开始报复 吕布好像有点打不过姜维小儿了 被人控了 好了 那看看四号吧 这真的是偷窥全场 看看四号决定要不要发力 那边那个刘老板也没出来 不敢跟队友开团 那这边是个卫国 那就不管了 不急 这边是个鼠 可能就真的要动动了 这个是个卫国 我暂时不急 这个卫国呢 表示你既然看了我 我就顺你 对吧 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已经看了我了吗 我还有什么可以不顺的 对不对 呃 纪灵 反正那边他又不可能 不可能去顺群或者顺鼠 你顺了群顺了鼠 人家不就来打你了吗 真的好吗 果然是无奈上将攀缝啊 就是想抢人的小马啊 小刀啊 什么的 对吧 燃烧吧 在仇与恨的地狱中 怎么这个卧龙的牌子 老跟周瑜的牌子混在一起啊 根本就烧不烧不动 你为什么顺手不顺装备 因为他有装备 他有简易嘛 他要想值得拗虚报是不是 这边继续挂狮子过 刘备看看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你不出来包养一步 我真的觉得刘备其实可以出来包养一波月鹰卧龙吧 我月鹰卧龙死了 真的好吗 好 他终于出来了 月鹰卧龙 月鹰包养的价值还很大 而且有卧龙 你给他点牌 他就不太容易死 对不对 有无限 有八卦 终于出来了 把蜘蛛国开团 等到目前为止 主视角一直在做地下工作啊 各种这个偷窥别人底裤 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 好的 这边顺手 蜘蛛国好像突然之间 要雄起了 其实也没什么 反正咱们下牙是个位 我不信秘蛛国能秒雄起 这边吕布就 就死了就死了吧 死了 那也没办法 死了可能咱们还是要 稍微搞一搞数的 这个局 说实话你一会儿 搞数真的有点搞不过来了 但是这个牌 没有牌啊 没有牌力 再怎么想搞是没有牌力的 然后又被冰了 玩个锤子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玩了 想搞都搞不了了 看看那个谁 黄云英的手牌去吧 看看他的手牌凶不凶 或者怎么样呢 凶好凶 我决斗气了 这南蛮没有放 因为祝容卧龙对吧 对面还是队友 这里流沙 就咱们是太子 咱们肯定要杀嘛 他这里没有选择拼点 不想暴露自己 然后让曹仁也去打 对吧 因为咱们也表态了吗 我去干暑了吗 然后曹仁也出来干暑 很正常 一切都在局面平滑之中 正常运行着 但这里打卧龙 其实也没什么错 如果曹仁说 因为这个黄云英卧龙 确实很可怕 曹仁说 如果说杀掉黄云英卧龙 接下来他要不打的 肯定是打七号 这时候他去打七号 其实并不太好 黄云英卧龙死了 再打七号也可以 就算七 你这么想 就算七号是五 黄云英卧龙死了 他一个五加 这个蒋青 想瞬间打这四个人 还是不是很容易打 黄云英卧龙 看能不能死 这边又跟他买出去 对吧 对于群群人 不管那么多 你感觉出去 祝容一会再放七号 可能受不了 不过我感觉 大桥可能要亮了 如果黄云英死了 灌石斧 灌他妈的 祝容还有没有桃 刘备把好东西 已经全给这个黄云英了 祝容还有桃子 这帮人 刘老板四藏水果 将为到处找水果 你以为灌石能杀他吗 来黄云英 第三次的机会爆发 吴忠 吴忠 好 裸摸一个桃 吴忠还可以 接下来呢 铁锁连环 终于摸到了锦囊了 不容易啊 生活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好 掏出刀来杀这个曹仁 曹仁闪 好 这边大桥 会不会选择出来 大桥选择出来了 这真的不能忍了 再忍就要被射穿了 是吧 被这个猪龙出来 然后看看能不能乐住啊 有姜维不一定能乐住 多士一波回个血 是吧 好 接下来大家都不藏了 都准备开始大战了 血战到底 这边陆神还是很给力的 你们真的不要小看陆神 你看陆神就能刷出眼角进攻来 是不是 黄云我龙打了半天也没打死 把刘备乐住吧 对吧 刘备还是挺关键的 万一他们又 劈备又摸个大象啥子 接下来下回合 咱们很可能要亮泰尔茨了 来 刘备 能不能出来 没有黑牌 出不来 非常关键 哪怕只有一线升级 咱们接下来可能要秒刘备了 如果咱们不被限制的话 秒沃龙 你这个八块阵 泰尔茨杀八块阵 你没有把握能秒 你可以一会看看刘备的牌 秒刘备是可以秒的 这里说一个句很重点的 就是当你在 选择一定要杀掉某一个人的时候 你这边队友有大乔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杀大乔 不要分散火力 你比如说你去杀刘备 或者沃龙 你可能谁都杀不死 对吧 你比如说一会你要决定 击杀这个刘备的时候 对吧 你就要杀大乔 就必须让刘备死 先去看看他牌吧 他反正裸摸两张牌 对不对 赵云这种将 就为什么他是弱的 根本就摸不到杀谁 所谓的能技能脆 纯熟 逞娃娃犊子是不是 好 这一开始这个杀大乔 就是要干掉这个刘备 保证要杀掉刘备 当然你说我贪一点 我去杀卧龙 也行 也并不是不可以 好 这边刘备刘备死了 这个朱镕处在夹杀位 然后那边灯亮了 然后收到铁锁 那就非常的爽了 能不能叛黑 好在叛黑非常给力 他就根本没有逃 那就耐死了 杀的非常的爽 利用大乔可以打出更多的输出 大将军 大将军不玩了吗 生活失去了兴趣吗 好歹蹲个坑 是不是 好 他就过了 那么留个大K 第一防猎 第二一会儿 有可能还是要铁锁进行连环的 使我一记三尖两刃 都好骚扰这个大乔 单纯进行一下骚扰 大乔也没有什么手牌 乐将为 你要真有乐 想乐就乐一下 他也不一定能找到红桃 然而乐不了 就是他就要进行骚扰了 骚扰不了 挑衅不了 我是泰斯 我想杀一个的时候 我可以杀你 但是你挑衅不了我 就非常的尴尬 看他手牌 一张大K给他扔了 是吧 他打他满 天行有长 然后拼人点 这边贴索连环 这个牌就非常爽了 九杀 直接全击杀掉 贼接耳爽 打将军 针坑还有闪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厉害 这边还是可以杀大乔 继续保证让曹人死 那边谁已经不重要了 那边那个祝容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二打一是不是 我们虚不虚什么虚 一点不虚 虽然这局你看似流离 好像并没有起到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起到一小部分作用 但是在有些局就是很重要 有些局比如说 你就要定点拘杀一个人的时候 而并不是说让大国去分担血线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杀大乔 记住 很多人是不懂的 很多人会忘 或者说压根不往这方面想 好 又去挑战陆逊去了 所有人喜欢挑战谦逊 喜欢挑战帷目 接下来如果不出什么大的意外 应该是可以拿下比赛了 因为咱们可以看 可以骚是吧 他说两张闪那就不要拼他了 没什么意义 你拼他闪干嘛 现在又不杀他 他要是进攻牌什么的 拼一拼 闪就没什么可拼 想杀的时候 咱去拼是不是 乐住 定没有红桃 这边两个吴国竟然 要干掉了所有人 这边猎刃 把桃子弄掉 他手里是两张闪嘛 对不对 先开五谷 这边他拿黑鲨 这边有过拆 有顺手 因为他手牌都是名字 里边可以跑过去 把他那张 把他那张闪都弄过来 然后砍一刀 就挺好 关键是拼点也拼不过他 你要说 如果能拼点拼过他那张牌 然后这边双鲨加大桥 就比较好 他手里是个八点 又兵乐乐 不过这已经游戏结束了 如果说能双鲨大桥那种的 就直接屁啦趴啦流离 就完全挡不住了 好找张鲨 找张鲨游戏结束 好直接投降了 一看开一带牢了 觉得找到鲨的概率太高了 是不是 陆续那边一会还能带牢 好从头偷窥到尾 然后两个吴国 就是从容获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